这就是我们远渡从阳 经过13小时飞行 迟路直升机 骄傲地看着一手 才会儿臣栩栩如生的直升机 樊陈斌脸上喜悦藏不住 因为这件作品 才刚刚代表台湾拿下世界冠军 这个是这架飞机 还没做成前的 一个套件的样子 先拿圈笔把这个稿 先定位出来 打开盒子 拿出零件 一笔一笔勾勒出老鹰线条 莫奖的就是眼前这台 一笔35 昵称催地鸟的 匈牙利磁路直升机 没有办法算 太多次了 太多次了 喷完透明期以后 再用很细的沙子 用水慢慢打 肆意高喊台湾 身穿国旗T主的樊陈斌 开心拿下奖杯 在世界最大匈牙利模型大赛 樊陈斌打败来自全球70个国家 1600多件模型作品 拿下全场总冠军 这回不只是樊陈斌第一次参赛就得奖 还是大赛举办20年来 第一位获奖的台湾人 两个第一的殊荣 他事先怎么样都没想到 有傻眼 因为这个奖是最后班的 所以我说在等待的过程 好像觉得已经绝望 结果最后一个 报到我们的名字的时候 还有点搞不清楚 获奖后 樊陈斌有幸进入 匈牙利军营参观直升机原型 让他又惊又喜 拿出直升机一起比对 真的超级逼真 因为从资料比对 到模型组装彩绘 樊陈斌就耗时将近三年 但最后拿下世界冠军 这结果不管怎么样 都值得了 借程序无等力 台报导 都值得了